众星罗列燕名声 眼点孤灯月未尘 原本光滑不魔淫 挂在青天是我心 主管们好 我是整天躺在固执堂里 展望未来的主公子 讲了这么多 神仙妖怪 情人鬼事 咱们说的全都是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就到开天辟地 就到古神消敏 黑格尔说过 一个民族 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 他们才有希望 不过我还没臭屁到 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希望 只不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也会看着天上的星星 幻想过若干年后 我们的历史 会不会寻到那么那么远的 天上邪满银河呢 那接下来的故事 与历史无关 就是单纯跟你们分享 我看到的一段 看似虚幻 却又充满着 波澜壮阔现实感的 未来历史 再说一遍 我本身也不是什么历史 我就是个渺小的说书人 一夜史神话经典书籍 人物是发生过的 没发生过的 我都能用一条线索 给你们BB刀讲故事 话不多说 我们弹幕扣一 发车 话说这许多许多年以后 我们终于掌握了 可控的核聚变技术 人类也真正意义上 走出了地球 将活动范围 扩大到了太阳系 我们的生产力水平 有了质的飞跃 这一旦突破某个峙谷 人类总会展现 不凡的创造力 曲率引擎的发明卫士 直接把我们的活动范围 扩大到了四光年 曲率引擎直接把人类 送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历史学家们称之为 大航海时代 而在这之前 人类则经历了太空探索时代 太阳系探索时代 和前星际时代 太空探索时代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 那随着新材料的发现 空间建造技术的萌芽 我们迈入了太阳系探索时代 随后数学家们突破了黎曼猜想 质数分布的奥秘 终于被完全掌握 在此基础上 伟大的物理学家 孟德斯就发现 元素性质的周期性变化 与物理学中绕合运动的 电子轨道相关 轨道参数的分布 与黎曼海数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 进而实验 合成了全新的688号稳定元素 这一元素的发现 开启了航行理论的新纪元 也正是基于此 曲率材料被制造出来 曲率引擎也从理论变为了现实 曲率引擎将航天器的速度 提到光速的十分之一 直接将人类带入大航海时代 我们开始对太阳系 进行了商业化的开发 随着稳态曲率技术的成熟 人类已经可以在空间站 度过自己的一生 有人为我们的成就 骄傲的时候呢 就有人感叹这个人类的渺小 因为我们也发现了一个 让人无力的现实 那就是不管人类多么的努力 却再也跨不出四光年的牢笼 主要也是因为曲率引擎似乎达到了极限速度 为了改变广泛的冲动大讨论 甚嚣尘上 我们再一次被困在原地了 甚至有悲观者鼓锤 相比上一次 我们只是扩建了自己的监狱 经过六十年的航行 我们终于踏上了比林星 传说中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C 距离地球最近的一颗恒星 人类文明从此跳出了那个小小的光点 在星群中汇聚成河 偶然间我们顶尖的科学家们 在星球的引力鼻孔点上观测到一个现象 使用高能装置改变特定坐标的曲率 有机会可以找到空间共振点 说人话就是通过这个共振点 人类就可以直接到某个数千 甚至数光年外的星系 和之前的四光年比起来 这个距离就好像你去楼下取个快递 就可以达到和环球旅行一样遥远的距离 当然了发现这些空间共振点的科学家们 又不是那些退休在家 闲着没事看星床玩的老大爷 大家伙都是要拿钱掐饭的 这个发现就牢牢地掌握在了 极个别投资人和机构手里 这一番悄悄悄的探索研究下来 就是近千年 千年间他们发现共振点缀玩 并不是做数学题那个尺子 一梁就可以找到 他需要进行反复的测试啊 寻找啊 科学家们新红进行了 空间共振的基本运行逻辑确定 拉格朗日理论确定 和空间震荡器技术的逻辑完成 最终研制出了星门的原型 首次收到了来自遥远星系的 第一声回响 随后进行了小规模的物质传输实验 和后来大量物质的传输实验 最后确认了最终部分的 拉格朗日理论 空间通道的出口都在银河系中 开始有计划地去记录 并测算拉格朗日节点 出口的相对位置 绘制星图 这实验空间共振点 那可不是实验渣男啊 你撑死900万就够了 这玩意儿烧钱的单位 那都得以照来计算 不过这并不代表 这些机构和投资人亏了啊 恰恰相反 人家赚的都快撑死了 这帮大佬们掌握了 许多技术优势和星系的坐标 利用这些优势秘密地开发 并垄断着那些已发现星系的资源 默默地积累 攒栏 实力呢也逐渐地变得雄厚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 拉格朗日空间点被发现啊 这个纸呢就包不住屎了 这秘密算是收不住了呀 越来越多的人类 就呼啦呼啦全都用进来 抱着团的去寻找 新的拉格朗日空间点 这下算是行了啊 再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那为了更好的开发 和利用已发现星系的资源 大型星门技术趋于成熟 太阳比邻星星门开始建造 星门技术得以普及 这有人的地方吗 这有江湖啊 你甭管这江湖 是大漠上的一家客栈 还是数万光年之外的一片星海 人类这个物种 最生生不息的地方就在于 我们哪怕下一秒就要死了 也得相互动 秉承着这个优秀品质 早期掌握着大量拉格朗日遗产的组织机构 开拓了大量的星系和自身势力范围 其中一部分 与地球比邻星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成立了地球比邻星联盟 这帮人成立联盟就一个目的 这一块呢 我们得说了算 他们想说了算 那另一帮人肯定也不能同意啊 于是就逐渐脱离了地球圈的统治和束缚 成为了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实体 在脱离地球圈的众多势力当中呢 最为著名的就是 神圣群星帝国 一个牛叉到改写人类命运的帝国 神圣群星帝国起源于太阳系 你别看是物质文明 极大发展的时代啊 人家硬生成建立了一个货真价熟的帝国 24K纯封建帝国 说白了就是皇室说了算 而神圣群星帝国的统治者 被称为圣楚西罗家族 帝国的头一个皇帝安德鲁楚西罗 继承了祖先遗留的拉格朗日遗产和星系的坐标 开拓了大批的新星系 然后他通过战争征服 联姻外交等等方式 与13个公国缔结了盟约 成立了神圣群星帝国 统治了银河系内的多个星系 再次致敬伟大的哲学家 黑格尔 人类果然没有从历史当中学到任何教训 这都玩了几万年了 还是你打我 你侄子娶我闺女 然后咱们俩哥俩签合同这一套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又一个伟大的帝国就支撑起来了 但是不得不说 这绝对是一个能称得上伟大的时代 银河系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探索和开发 神圣群星帝国与地球比灵星联盟平分秋色 与此同时 无数势力诞生和崛起 建起的星门连接着数千个星系 形成了航行者们口中传说的拉格朗日星图 神圣群星帝国并不是铁板一块 头一个皇帝安德鲁楚西罗 建立这个帝国的时候呢 不是找了13个公国去结盟吗 还提出了著名的联合统治概念 在这个权力构成框架下呢 各个公国都享有很高的自治权 我感叹一句啊 这科技再发展 咱在历史课得上呀 这咱西州砸灭亡的对吧 安史直乱砸闹腾的 漂亮国砸 对吧 不长心啊 时间长了 各个公国彼此之间 这么一闹呢 这老储家又没那么大能耐 可以给人家这么一顿揍揍服帖了 再加上这家族内部 以圣安德鲁集团和圣埃罗斯卫队 为代表了多个派系之间的 这个暗潮汹涌的皇位争斗 这个庞大的帝国就有点够呛 11088年 圣楚西罗家族最后一任皇帝 维克托楚被刺客给暗杀 然后伊斯曼家族就跳井了 说是这个圣安德鲁集团指使的 这玩意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啊 跳井有可能是高级郎的 一个骚操作玩法啊 反正甭管是谁指使的吧 一场以复仇为名义的战争 就这么着 大笑了 伊斯曼家族就带人对帝国首都 圣凯旋城发起了进攻 史称圣凯旋战役 这场战役也成为了后续 大规模星际战争的一个开端 这战斗一打响 伊斯曼大军就占领了 L067远航者星门 还美其名曰 管控治安 这玩意咱熟啊 想当年某些国家拿着洗衣粉 去别人家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也是满足的人意道德 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资源吗 而皇家卫队为夺回星门控制权 与这个伊斯曼大军发生了 大规模的交火 引发了星门争夺 为最终目的的战役扩散 这件事成为了星际战争的 一个引爆点 持续几百年的星际战争 也就此拉开帷幕 此后 人类的历史进入了星际战争时代 在这一漫长而痛苦的岁月当中 科技技术倒退 知识发展陷入了停滞 这一干不要紧 就发生了一件人类战争史上 从未发生过的尴尬事件 刚才不是讲了星门吗 这星门本质上就是 能够连通数万光年距离的 一个节点 人类也正是通过这些节点 在数万光年外 建设了一个个文明世界 这下血崩了呀 星门被毁了 那些数万光年外的人类世界 纷纷就傻眼了呀 数万光年啊 这没了星门 你指着开飞船回去 那真是 你想瞎心了都回不去 那银河系内 曾经通过星门连接的一些势力 现在就如同处于 浩瀚海洋上的一个个孤岛 历史学家将之称为孤岛现象 这场持续数百年的战争 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这有多深远呢 首先帝国是彻底完奴的了 各个公国纷纷的去脱离 星门被毁也导致 被连接在一起的星系 都成了孤岛 而战争蔓延到地球圈联盟 地球和比林星的星门 也大量被毁 地球圈联盟也解体了 眼瞅着大好形势 被缴的是习罪啊 原来发达的文明 一个个都成了小青蛙了 咕呱咕呱 想打招也够不着了呀 战争的范围也就逐渐地缩小 再往后呢 随着长时间的一个恢复 知识和信息的封锁 也变得不可能实现 这封建奴役也渐渐地不合时宜了 在持续百年的独立浪潮过后 旧秩序趋于崩溃 最终形成了地球圈加 系外军事组织的银河新秩序 星际战争时代结束 哎 这时候就有人跳出来主持公道了 一个叫做仲裁委员会的星际管理机构 在太阳系建立 他们发布了一系列太阳系复兴计划 并且倡导签署 未央协议 来重新制定规范拉格朗日节点的使用 这未央协议的签署也标志着银河系 逐渐地走向稳定秩序化 不过一种约束力相对低的机构 真的能给银河带来繁荣吗 值得思考 当然后面的故事 未完待续一起歪歪 那这段关于未来的故事呢 就先讲到这儿 不知道主板们听完什么感受 反正我自己讲完内心特别的触动 你看啊 这科技的发展 让人类都去到了更深更远的地儿了 可到头来呢 决定一切的还是那两个字 人性 这讲完了未来呢 公子我就继续买手旧纸堆了 希望可以从不能得到教训的历史当中 得到一点教训吧 这里是一条线索一个故事的脑洞大开竹 告辞不送 如果你对主公子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击新月哦 我们下期再见